这都几点了 咋还没来呢 说的就是呢 这都一上午了 还来不来了 不来我吃饭去了 谁呀 你们等谁呢 朝鲜网友啊 他昨天不是说换个台词 今天重新来一次吗 这都几点了 要我看呢 就别等了 肯定来不了了 他们都没网 竟瞎说 那没网他昨天怎么上来的 那还用问吗 那昨天肯定是在鸭鲁江边 蹭连中国的网 连网都要蹭人家中国的 完了还一上线 还自称第三 真是笑掉大雅 你笑话人家干啥 你们的天气预报 不也蹭人家中国的吗 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好不好 我们从来不蹭别人的 我们的天气预报 有自己的系统 这位韩国的朋友 我现在听说咋的 你们现在自称 大米起源于你们韩国 起源于韩国 那不对呀 不是说大米起源于中国 或者印度吗 不知道了吧 在我们的青州小炉里 发现了距今 一万四千年的道种 比中午的还要造四千年 这说明什么 说明水稻起源于我们韩国呀 一万四千年前 一万四千年前 朝鲜半岛 它根本就长不了水稻 野生的它都长不了 一万四千年前 是大理兵器呀 朝鲜半岛正好处于 冰藩动土带上啊 如果说朝鲜半岛 是亚欧大陆 山出来的一个小棒 那那个时候 它正好是一个小冰棒啊 那怎么可能会有刀种啊 对呀 那个时候朝鲜半岛的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五十多度啊 就算是野生的水稻 它也不能低于零下九点五度啊 那怎么会有刀种呢 野生的长不了 但是如果是人工驯化栽培的水稻呢 对吧 你能不能想好了再说话 一万四千年前 什么叫人工驯化栽培的 就是人工种植的水稻呗 你懂不懂啊 到底是谁不懂呢 那个时候你们那个地方 野生的水稻都不可能有 怎么可能 人工栽培的了 一万四千年前 朝鲜半岛的气候 水稻它就活不了 这么说你懂了吧 这么混乱的逻辑 你们怎么得出来的结论呢 水稻起源于你们韩国 我们有证据 有一本书 叫世界级考古概论书 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的 还能有假 这我就真不知道了 世界级考古概论书 那应该不会假呀 但是这一万四千年前 这朝鲜半岛的 不应该呀 那一万四千多年前 朝鲜半岛它就是大地兵棋呀 那我这么多年学还能摆上了 我等一会 世界级考古学该论书 这书我看过呀 我要没记错的话 这书 你们韩国人写的吧 啥玩意儿 韩国人写的 那要是他们写的话 那这事就解释通了 这不很明显了吗 已经 你们自己撒谎 然后自己出一本书当证据 差点把我们都忽悠了 管理呢 这招管理是谁 踢出去 赶紧踢出去 不过话说回来啊 中国网友 他们偷了你们那么多文化 你们不生气吗 那有啥好生气的呀 偷一两样那叫偷 偷的多了就不叫偷了 还有这说话呢吗 不叫偷那叫啥呀 偷的多了 那叫被童话